顺德人做鱼吃鱼堪称一绝 今天我们就来顺德大梁吃鱼 这里只吃一种鱼 大头鱼 现在没鱼里呀 大头鱼 大呀 先把鱼用木棍敲晕 然后把鱼虾取出来 这就是放血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放血 要放多久? 2-3分钟 2-3分钟 3-3分钟 凐湯 1-4分钟 1-3分钟 3-5分钟 1-3分钟 魚腸怎樣做 每一本都沒有魚 捧著絲的魚 順德人去魚骨的技術一流 三分五分三分 放血放得很好 放血放得好些肉的蒜白 草魚也有人顧到大魚調整 人們不太吃 蘸料很簡單 醬油花生油 油稍微放多一點 魚吃起來會比較滑 用一鍋清水煮開了燙魚片 先把薑絲蔥絲拖一下熱水 然後再放入醬油碟裡 太好的魚片用花生油和一點黑胡椒粉 撈均勻 魚片在滾水裡燙個幾秒鐘 時間不能太長 太長魚片吃起來就會老 太長魚片吃起來就會老 魚放得好 魚肉才會白 簡單的做法 簡單的調料 魚肉吃起來卻是鮮嫩無比 這個就是我最愛的魚泡 電磁爐上也有著飯店的名字 因為我們一共是四人 點了一魚兩吃 吃完了魚肉做成的魚片 這一鍋上來的就是魚頭魚尾魚骨 燜腐竹和蘿蔔 如果人多的話還可以點更大的魚 也可以嘗試更多魚的做法 吃的時候要讓它煮的稍微時間長一點 等腐竹和蘿蔔都吸收了滿滿的湯之後再吃 湯汁濃郁 我剛才魚肉清爽的做法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煮成這個樣子就可以吃了 每一種做法都讓人回味無窮 人做魚不特是人王在外 四個人吃光光 一共吃了210元 價格相當的實惠 我們吃完的時候 小餐館已經坐滿了人 下次還會帶更多的朋友來聖德吃魚 coordinated營養 如果這個能量不專業 非常美味 有個 рублей